大家好,欢迎来到8月28日夜晚的桑普伦静 多谢大家,希望大家comment,like,share,subscribe,youtube,patreon 每月订额付费可以赞助本人 看完广告,看完片,利用Superfans function 赞助支持本人,多谢各位 我们今天继续讲关于香港的新闻 我相信今天和明天,大家的焦点都会放在香港 今天我想讲一些连续是昨天,去到今天 很多关于47人案被告的陈情 我不想讲求字,我们没有求于这些敌权政府 虚假法庭,我们陈情 陈情是否代表一种以弱对强呢? 或者以小对大呢?No,我们只是直输空役 我们看到很多的被告面对不测的奴役 他们依然拼搏 47人,45人被判有罪 其中一个人还在上诉 45人当中有30多人 被审先压三年多的时间 这些时间一点都不好受,一点都很难过 我希望大家都会关注他们 我当然有愧疚感 每天不是陪伴他们 跟大家一路讲他的消息 我们讲很多美国大选的东西 讲多中国政治的东西 台湾的问题 我们关心的很多 但我们一定不会忘记他们 即使讲这些题目 一定点击率会比较低 因为大家不想听这些伤心事 但是他们的生命 不会因为我们讲少了而受少点苦 我说这些事希望大家关心 也希望大家注意 力所能及的 探监的探监 写信的写信 听审的听审 在外面用中文、英文或各种语言 宣扬他们各项的事情 表现出我们香港人的不屈精神 我不只是在这个地方讲 亦都是台湾的节目 今天也讲过 希望将这个声音发出去 而我一个人力量是不够的 希望各位看到这个节目 呼吁更多的同道 更多的香港人 能够为他们发声 这一点是我们在自由世界里面 应该做能够做的事 在讲这个之前 讲两件事 一就是说 昨天我们出了一段片 就是关于城市太后教授 李显华教授 59岁 跳九龙堂自杀失亡 之后 我发现很多的 不是很多的 有少数的评论人 我不说这些名字 他就说我们这些人 是叫做黄思想脑 说我们基本上是龙虚作假 根本上是假消息 一直在说一些假消息 来打鸡血 各位 是不是假消息呢 我跟大家讲清楚 我有过半的理由 是相信这封遗书是真实 我当然 我不是他自己本身 但是呢 我不是那个被害人本身 我亦都没有调查的一种 就是这个资格 但是呢 凭我的常识和经验呢 他成为一个呢 真实的遗书 机会是几高的 如果不是 你有反证 说这封遗书是讲A军 是讲B军 是讲另一件事 或者是纯粹弄虚作假 而有确实证据的话呢 那我愿意 恩言接受 我不是食股不化 但到现在 批评我们这些 讲法的人呢 都没有办法 拿出铁证 做反证 来推翻这件事 我为什么说 我有相信机会 是有理由的 第一 时至今日 香港警方 可能之后会继续作故事 香港警方 和他的家属 我不知道这个家属 会不会以后 变成了陈彦霖的家属 要出来说 哎 那个是坏人来的 那我就不知道 起码到今天 香港警方 和被害者 就是这个李显华 自杀者的家属 至今未向媒体 公开说明一切 而很多的媒体 无论由明报点新闻 大公文会 各方面 都是讲情绪病 抑鬱工作压力等等的东西 而我不相信 这件事是真正的理由 当地 当时的遗书 写得这么清楚 这么理性 说自己的工作压力 而又跳 基本上那个 所谓感性上的情况压力 不大 而也没有公布真正的遗书内容 以他的遗书内容 和现在网上的内容对照 没有 也没有说 反驳这些留言 按照警方的一贯做法 或者共产党的做法 一定说 遗书就是这样的 真正的 就是这封 你作也要作公真的遗书 然后网上传这份是假的 你们全部这些人 说这个李显华是一个义士 是一个 殉道的人 其实我是很反对自杀的 OK 我反对自杀 我再讲一次 我不鼓励自杀 也觉得自杀是不应该做的行为 而说 你们说的这封遗书是假的 没有人说这件事 这是第一 第二件事就是说 他质疑遗书的论据不外乎两点 第一 就是说有个人两年前 跳跪兴生 在九龙堂站 找到有关的新闻 那天是礼拜日 两年前 各位 看回这封遗书 遗书说 23条尘埃落定 其实是今年的事 今年三二三才实施 起码到一二三月才尘埃落定 不会两年前说 23条尘埃落定 第二个例子他举的 就是今年 2024年的4月8日 已经23条尘埃落定 跳跪 但各位遗书写得很清楚 今天是礼拜日 风和日历 是我的忌一 礼拜日 但是四月八日是什么 礼拜一来的 换言之 日子对不上 所以我希望这些人 你都说出一些反证 说给大家知道 在九龙堂 那么多的港铁跳跪事件 哪一宗是要串落这一宗事件 好了 另一个可能性就是 这个整篇文章 都是code up 的 就是整个是假的 完全是荒谬的 就是说 并不是遗书本身 是完全弄虚作假的 那你讲这番说话 也要讲一些理由 遗书的来源 是由一封 是连登讨论区的铁文开始的 他在8月25日 下午1点33分开始 就贴了一份朋友圈的信息截图 截头截尾不知谁写 有些人说此宗 此宗案件 此宗案件 于是乎就一直传了 但是问题就是此宗 是否真的这宗呢 我们的问号 但是问号之后 我前日的评论 都完全我觉得是合理的 因为呢 不是这宗 那到底是哪一宗呢 要是你告诉我 整个连登的贴图 由始至终是全部是老作的 和真实无关的 我保留这个权利去做反证 但是你说 连登这个图的假图 本身就是假的 说这番说话也要举出证据 不可以说 整件事都是假的 这个假图来的 李显华根本就是情绪病 和这个反送中 六四完全无关的 你说这番说话 你都要讲出证据来 你要讲出个理由 为什么呢 就是说这幅折台是哪个地方来的 是哪个人老作 根本上对不上那件事的 就是我们要有这样的一种情况 所以我觉得我们有怀疑 我们不会说 去禁制这些言论 禁制这些怀疑 但是说这些怀疑 你要讲出它的 factual base在哪里 我只是说到现在 我是沽网停止 沽网暂时信之 起码有一半以上的机会是真的 就已经够了 就是很多东西 你都不是亲身见到这个警察 721或者不见人 不是亲身见到白衣人打人 那你怎么会相信呢 你看电视 电视可能是假的 你可以不断地深层地 这样的怀疑论去做这件事的 但是我们凭常识 经验 和我们一般人 了解一件事物 你就知道 到今天我们都可以解释得到 另外三点要讲的 第一呢 它用一些比较 对中国人的语气 就不是和香港人的语气 因为发的朋友圈 可能是微信 微博的变化的 在这些中国的社交媒体法 那为什么香港人 真香港人 会用微信 其实很多真香港人 真的用微信 因为这位城市大学的教授 建筑和土木工程的教授 有很多老朋友 是中国的教授 他也和很多中国教授 合写过文章 因此我们不能够排除 他有一帮中国大导 他要这样做 所以里面有很多 无字暗语 比如说 2019年春天那场风波 大家知道 反送中运动 比如说 用我的 这个被 这个火车 剪压的感觉 是和坦拉车一样 是暗语六四 但是他不可以说八九六四 不可以说反送中 反修例 于是兜个圈来说 譬如他也不想说 城市大学的名字 所以他说四大 何谓四大 不是big four 不是会计师事务所 全球百大学校排名 有四家香港来的大学 顺序是港大、中大、里大和城大 和四大和士大 是基本上很类似的一名 城市大学 第四名 四大 什么叫离开四大的那一天 刚刚是二十三条立法 尘埃落定的时候 离开 可以物理上的离开 可以请假的离开 不一定是要辞职的 所以我这个解得通 另外就是说 我和香港和我同岁 同岁 同岁 岁数的岁 是要引号的 换言之 真实意思 不是说 1965年 他出生的年份 是1965年 今年59岁 1965年 当然不是和香港同一个岁数 birthday 那为什么叫同岁呢 是暗语同岁 欲碎 不是那些 那些 是 欲碎 意思是什么呢 滥炒 即是碎 是碎裂的意思 他不认识碎者 又被人妄审 所以他这篇文章 写到一些中国的教授里面 就是说 他只是有很多个朋友 和他聊天 他在香港导演 找不到应该要聊天的人 相当 香港 伤心 那他导演给 那些中国的人看 用一些 这样的一些 coded message 大家明白吗 所以你说 如果你说 哎 我说的是牵强附会的 你可以这样说的 但我觉得可以解得通 我只是说 我绝对不牵强附会 就是我会觉得 在没有反正的情况之下 说李显华先生 他完全是 不是因为 反送中 或者六四而死亡的话 如果他真的这样 我们是很对不住 这位往生者 如果他真的 如果他真的 不是这样的 我们会承知道歉 有相反的证据 我们会 去接受相反的证据 一言接受 因为事实是重要的 但问题就是 没有相反的事证之下 我认为 沽妄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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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OK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就是说 就是 这个 之外 明天 8月29日 将会有非常大的案件 我希望 也都是 明天下午有机会 和大家可以 即时讲一讲 这件案件的判决 就是四大案件的 立场新闻案 就在8月29日 下午 算判 这件案件 我想很多记者 香港朋友们 都非常关心 大家 我想明天 第一大的新闻 就是 《立场新闻案》的判决 我希望很多同道 都关注这件案件 也都在这个地方 为中配权 以及很多 《立场新闻案》当中的被告 去祈祷 也希望 这个长夜晚晚 今夜他们 可能一夜无眠 或者他们 都要睡觉 因为日子都要照样过 难过 亦要经过 我们都希望 明天 他们会 听到判决之后 无论是 长与短 我们都愿意 知道他们的苦杯 是要喝 而我们在外面 也要将他们的声音 向外继续去 发扬 他们已经 极尽所有的能力 我看到 Audrey 余若薇 为这个中配权辩户 已经是相当 情真意切 究竟 他们一定有罪 但判了多长 我们都要拭目以待 他们会如何处理 这两个事情 希望大家明白 讲很久了 讲回47人案件 47人案件 我不能够讲太长 因为节目不可能太长 我希望读一些陈情信 有两封陈情信 读给大家听 也都讲一讲 很简单 讲一讲 几个求情 陈情 被告的一些 心绩 首先我们讲长毛 47人案里面 长毛有一封求情信 两国红的求情信 他亲自赞写的 他篇文章就是这样写 从我在七十年代开始 参与政治运动和社会抗争 是一种出于改变社会不公的愿望 争取民主自由 实现社会主义 因为他是托牌 他是实现社会主义 这个和我的理想完全不同 但他有这样的理想 从未放弃 一路走来近五十年 黑法变白法 长毛变短毛 自由人论为街下囚 我都是秉持这个理念行事的 无论是一届草民 还是立法会议员 我都是当仁不让 透过制度内外各种抗争 由示威游行 议会拉布 司法抗争 到五区总辞变相公投等 争取政制民主和社会公义 我就任立法会议员的时候 已经多次反对政府的财政预算案 抗议政府重负轻盘 战事贫富大众 尤其在财政充裕 社会日渐高龄化的时候 拒绝在预算案中 撥款次立全民退休保障制度 我未能推动政府改革 辜负全港一百六十多万的长者 一直深意遗憾 我参与三十五家初算计划 就是因为多年轻身体验 明白必须在立法会中 与志同道合取得过半数值的议席 才能够有足够压力 令政府推行为及民生的社会政策 五大诉求中的实行 行政掌管及立法会商普选 更是多年身体力行的目标 正如我所属的组织社会民主连线 在2020年6月的决议文所说 我们不必寄望 议会过半就能翻天覆地 也不要因未能过半而感到灰心绝望 无论是三十五加 亦是三十五减 最重要的是 持续弘扬抗争不息的精神 争取香港人最大的动员 共同改变不公不义的社会现状 我现在知道法庭判我有罪的理由 我当初认为 立法会议员否决预算案乃属 《基本法》早已定名的宪制权力 《基本法》也有处理宪制危机的程序 让行政长官、政府官员和立法会议员 一起面对选民压力 彼此作出适当的举措和互动解决争议 行政长官面临下台的欠证危机 必须经历两次立法会选举的民意授决 缺一不可 既然否决预算案有全体人民授意 行政长官为何不在立法会首度 否决时信英民意推行改革呢? 如果行政长官执迷不悟 仍然需要多一次人民授决 才会面对下台困局 因此 议员两次行使否决权是民意依归 只是相欠了200万游行市民的民意 迅从60万初选投票者的民怨 权力归于人民是我终身信守的理念 从政的基础更是中国宪法对人民的庄严承诺 今天我虽然成为街下囚 但我无冤 我坚信人民大于国家 人权高于政权 唯愿港人莫失莫忘 争取民主守护公义 梁国雄2024年7月15日 所以整个几月前写的这一篇 陈情书希望大家明白 当然我对于他社会主义的梦想 全民退休保障 或者是中国宪法人民的庄严承诺 这点是有保留意见 但我觉得他整个地方是直输空益 将他整个感觉写出来 以前我们一直都认为 长毛的精神状态不是那么好的 他是很多时候抑郁的 但他写得出这篇文字 证明到什么呢 他顶到 我们为他祝福 呂长毛、呂玉年在外面 也都为接受美国资金访问的时候 也都为他祝福 我都希望大家顶住 所有人不容易 我在这地方讲是很容易 在香港做是很难 所以我很惭愧 也都没有这样的资格 去讲任何的说话 但我希望大家明白 另一封求情信简单说就是张可森 这是新界东的候选人 他的陈情信提及到他父亲去世 和和他刚出世的儿子分隔三年 庭上读出求情信的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 在狱中三十岁生日 让我得以冷静思考 冷静思过 整理过去 理清思水 明白到案中计划一旦实行的严重性 就此深刻反省 审议财政预算案 是基本法与议议员的责任 关乎市民生活 不应作为政治工具 你想想他希望尽快见到个儿子 我们不会生责他这件事 他也要说这件事 希望尽快完成博士学位 不负家人期盼 尤其是我妻子 当事情告一段落 将以家庭作人生中心 投入全副精神照顾高堂 一如我妻爱我般爱我妻 与他协力养育儿子成人 我看到之后 心里面相当难过 他依然继续努力 就读博士 他不像江文慧 轻易拿到人民大学的碩士学位 他在监狱里面 好好地去面对现在的横逆 究竟他要被判三个不同的bending 什么叫做首要分子 什么叫积极参与者 其他参与者 每个人都希望在三级制里面 做最低的bending 无论如何都好 我都希望张赫森吉人天上 尽快能够出来 他已经找了三年半了 三年半 一些都不容易的一件事 不容易的一件事 接着我们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这个人不是很出名 但是他的求情的内容 是令人相当激烈赞赏的 这个是28岁的前元朗区议员 五建伟 47人案被告之一 他昨天中午在庭上读出自己的陈情信 法官李运腾问过一些问题 我稍后会说他怎么说 我先把陈情信读出来 本人现龄28岁 未婚 是一个恨嫁的男人 中六学历 现正自杂 收读香港都会大学 即以前公开大学 都会大学 榮譽学士的课程 我在2021年2月28日被控本案之前 没有任何定罪记录 在2020年至2021年期间 我透过选举成为元朗区议会的区议员 我在2022年6月24日 透过当时的代表律师 向法庭表达我认罪的意向 2023年10月5日 我在西九龙法院正式在三位在职面前承认控罪 法官各下 我承认串谋颠覆国家政权 我为我过去个人一切的言行负责 今天我想在此向三位交代我案发期间的想法和原因 希望三位法官可以给我一定耐性和包容 法官各下 我在1995年出生 即97年时他只有2岁 自从1997年以来 香港涉及社会运动而被检控的罪名 经审讯而裁定的刑罚 十级而上越发严苛 但及后的社会运动 无论参与人数、时间、规模及激烈程度 仍逐步扩大 我认为每一场暴动 都是人民没有被听见的声音 如果我们香港人民的合理诉求 持续被漠视 矛盾和冲突必定会接种而来 高压统治 厌刑进发 充其量只能收效一一时 深层次矛盾必须寻求解决之道 社会先有可能复和迈进、稳定繁荣 否则难言长治久安 更黄论有志及兴 法官各下 我参与的35家民主派初宣的理由 既有原因亦有近因 先说原因 我个人信念相信政府是人民的仆人而不是统治者 我相信没有人愿意被极权统治 我认为每一个人都希望身为是一个 可以追求梦想 免于恐惧的社会 作为一个香港人 我有一个理想 我认为大家都应该有 都有值得 拥有平等、自由、包容社会的自由 有效维护人权、法治、公义的民主制度 法官各下 2019年是我参选的近一 当时有三个因素促使我採取这个决定 第一是我对自由被侵蚀的恐惧 第二是对政府傲慢的不满 第三也是我最重要的原因 最令我动容的原因 就是我对离世生命的沉重悲痛 我完全不希望有人受伤 无论他们的政治取态是怎样 我也不希望有人被捕 更加难以忍受有人牺牲生命 但自己无动于衷毫不作为 身为一个普通市民 我无能力起死回生 我甚至无法阻止他们付出 自由和生命的代价 我无完美的答案去解决这么大的问题 但我有义务继承他们的信念 基于上述原因 我认为参与社会运动、地区服务、投身政治 是我可以为这个社会所有所贡献的行动 法官各下 我在2019年凭借4371位选民 对我的信任而成为元朗区议员 在初选中凭借2525位香港人 他们的支持而胜出初选 假若2020年9月6日 立法会选举能够预期举行举办 当日的结果可能会是我人生中最荣幸收到的生日礼物 成为一个代议士、一个香港民意代表 我期许我自己的首要责任 是为民发声、为民请命 我有责任捍卫人民的权利和他们的自由 努力争取选民合理合情的诉求得以实现 即使机会渺茫 即使我个人觉得对政制上寻求改革毫无信心 但我仍然会选择承担风险 寻求打破局面的机会 法官各下 距离我被捕之前 我没有任何一刻打算离开香港 我愿意为我的行为负责 但我不会为我和选民同享的信念和价值 而道歉我不可以辜负人民的信任 接着这个法官就问他问题 应该是陈兴伟 就问他这个问题 李运腾问这个问题 即是你毫无悔意? 接着吴建伟又说 正如我所说 我为我所有言行而负责 我会承担一切的代价 李运腾继续追问 他是不是没有悔意? 即是吴建伟就说 没错 没错 两个大字 他说作为一个政治人物 我期许我要有承担 揭尽我所能 留守到最后一刻 所以我并不后悔 我选择留在香港 我需要兑现我庄严的承诺 和香港人齐上齐落 法官各校 指望将来 我作为民意代表的任期已经完结 我打算放下政治人物的身份 但我仍然希望尽力 留在香港贡献社会 即使我已经预示到困难重重 一如时任中心法官包子金先生所说 There is no reason to leave if things are good and if things are bad there are more reason to stay 这个真的很令人感动 他说 好了 我认为香港人和我 只要保持自救互助的精神 理性的思考 行公义 好联敏 全谦卑的心 记录过去的真相 活在真实的当下 为未来做好真诚的准备 香港的未来将会重拾光明 而香港人的理想一定会实现 最后法官各下 二十世纪的完结 我们与苏联同纳水作告别 失去足够制衡权力 必然会自我膨胀 绝对权力 必然带来绝对的腐败 长夜中尽黎明将至 民主终将再次得胜 我感谢三位法官的包容和忍耐 本人仅此作结 So touching 你想想 他写这些文章 是要面临更重的刑罚 多谢你五建伟 你的真诚是 完全令人想到肃然起劲 所以为何要自杀呢 在奴录中的他 坐了这么多年牢的他 都没有自杀 依然这样奋发上进 相信 这些刀掉自己的初心呢 我们只要不放弃好好做 不要死好好活 准备好 等运到光明始终到来 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目标 他一定会实现 你看他说得多情真意切 港纳粹 港共产 但五建伟最后已经说出他真正的思想 不需要很激烈再说一次光复香港 其实所有的东西都是在陈情里面 情真意切地表达出来 所以我对于五建伟这封的陈情书 是激节赞赏 激节 激节赞赏 相当难得的 令人觉得非常 哇 香港就是有这样的人 不只是有戴耀廷 黄之锋 黎智英 有很多直直莫名的人 四十七人 我们都不记得所有的名字 五建伟 我都很少谈 他写得出这么好的一份求情信 不是说 陈情信 接着看 哇 几多的一些 知同道合门 手足门 知名的不知名的 因为各种原因 而受到牢獄之灾的 他们依然没有退过的 依然奋法尚尽 凭什么 我们要沉死呢 我希望大家 痛定思痛 不要死 好好活 准备好 等运到 光明始终会到来 始终不要去 去催截自己的一些思想 这一点是重要的 再来 我们看另一些人 尹兆坚 尹兆坚希望到世界中央厨房服务 另外获得三位前高官赞讯 赞讯 尹兆坚的代表大狀 叫莫艳婷 就是陈慈 尹兆坚服务香港二十年 帮助过很多市民 尤其是弱势社群长者 成功争取残疾人士交通半教一位 长者生活津贴 尹兆坚获前劳福局长肖伟强 罗志光 前运房局长张炳良 赞设求情信 说意见具建设性 重返机会低 获释后 希望善用攀任技能 到国际NGO世界中央厨房服务 尹兆坚没有签默落无悔 没有出席初选论坛 没有参与民主动力的决策 因此希望重兴法律 明白了 明白了 完全我们希望 因为我们以前D100 有时他都会上来 尤其有时候会接受访问 他是老根聪明 而且为街坊服务 是非常认真的一位议员 我都祝福他 大步揽过所有的事 甚至他的前家庸 甚至他的前家庸 即他的家庸 在那个街坊服务16年 即在28日今天 也有到场旁定 他说尹兆坚是一位好故主 会为他解决问题 又说尹兆坚被捕之后 自己有旁定案件 和探望尹兆坚 所以这位奔主一场 他说 他们是好的故主和家人 他们并非视我为庸人 是代我如家人一样 这位就是他的家庸 他说 他说自他第一日被捕开始 我已经一直支持他 他在囚的时候 我也经常去探望他 他销售了很多 直到他出狱之前 我会一直留在这里 换言之 这位喇喇 真是没得谈 即我们 不是以一个人 他是容人 赚钱的多少 来看一个人的人格 你看 尹兆坚对他好 他对尹兆坚也有情有义 他说每当念及尹兆坚一家人的时候 就会翻看电话内的合照 是多么情真意切 你想一想 47人 是47个家庭 这些案件 我们看到 这么多人面对这样的事 一点都不容易 再说王子月 人时是D100 当时我找他上来做嘉宾主持 也有访问过他 以前参与过韩文思潮 也相当难得的一位女孩 他的陈情信是这样写 是希望参选 是希望为 失盼望者带来改变 对于未能报答父母深感愧疚 他的陈情信有以下的内容 我没有读完所有内容 我想读一些给大家听 我以独立身份参与初选 是希望为这个我生于成长的地方 为那些受了伤 失去盼望的人 带来正面改变 当时我已相信初选并不违法 只是单纯为想为所爱的地方略尽勉力 我是家中的长女 我因此案而错过弟弟的大学 中学毕业和很多人生的重要时刻 我身为长女也未能照顾及孝顺父母 对于未能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 而总是让他们担心我深感愧疚 想到我的亲人 只能够每夜读身写字 来稍为舒缓远念 远遥远的思念 让我既心酸 亦更加惰念珍惜他们 我希望成为一个负责任 有承担的大人 我祈愿可以早日重头社会 为社群服务报答父母 这个已经大家都收到她的真正的意思了 接下来说一下 吴敏尔 Carol 我们不要深深谦诈Carol 因为我觉得她很希望尽快出回来 想说两个人 一是Carol 一是谭海邦 前职公盟的主席 就是吴敏尔 她在代表大律师 就是陈晴的时候 亦都说到 吴敏尔是深感后悔 日后会跟政治或清界线 又说她在初选时表现并不亮眼 最后落败 在选举论坛上甚少发言机会 更说她是一个新界西最不成功的参选人 在署民眼中她的影响力和说服力都很低 辩方又说 吴敏尔和Carol 并没有案底 及早认罪 求情信见真诚 深刻悔改 未曾想过要颠覆国家 而她在初选中落败 并非首要分子 她的工会亦已解散 不再有重犯可能 翻查资料 吴敏尔曾经出任空中服务员 在2016年担任职工盟和主席 当时我记得我和她的东西拍档的时候 有很多机会和她拍档 她的腰骨不好 因为你知道做空姐 因为担担抬抬抬 捧擦 气流一来一跌落地 工伤很多 所以空姐很难做 但她为空中服务员争取权益 是非常坚持的 很温和 很善良 很好的一位女性 何来颠覆国家政权 博名其妙的一件事 她基本上是一个 香港版的美丽岛大审 将所有的民主派一望打尽 政治报复 将将审明 什么无差别否决预算案 什么叫做颠覆国家政权 全部都是逻辑罪名 吴敏仪不再辩论这些 我说我错了 我悔过了 不参与政治了 完全能够理解 我们不会责备这些行为 我们希望她尽快得到释放 她2016年担任职工盟主席 辩方表示 吴敏仪当初投身政治 只是为争取劳工权益 我可以作证 她基本上对于很多政治纷争 没有兴趣 她对劳工权益是最关注 确保工人阶级 拥有安全的工作环境 而她参与初选是希望进入议会 让工人的功劳 获得认可 工作有尊严 并非为了颠覆国家政权 而职工盟已解散 重犯机会极低 她的律师建议法庭 考虑较低参与程度的判议 辩方也继续说 吴敏仪对于自己被拘捕感到惊讶 直至被捕一刻 仍不知道参与初选属于犯法 吴敏仪在求情信道 说自己心感后悔 真诚为犯下的罪自怯 她说 这个是我人生中最错误的决定 其实我们明白你为什么会这样说 不需要觉得解怀 《明报》报道 说吴敏仪明言和政治或清界线 并非刻意无意颠覆国家政权 法官陈庆伟竟然质疑 吴敏仪已认罪 法庭不能接纳她并无意图违法 即是接纳她不是首要分子 那是什么意思呢 是不是三年至十年呢 即是积极参与者 还是其他参与者呢 不得而知 但是三年至十年 她还要坐多久呢 还要等宣判 如果不是三年至十年 那你困捉他三年半 你困突了 所以我说 全部人 基本上很难是其他参与者 金手指的可能是 但其他很难是 那究竟判多久呢 三至十 这个所谓的量刑表当中 他量到哪一个刑罚呢 那真是呢 这班党官决定一切 好了 讲讲第二个 谭海邦 谭海邦 是另一名新西的参宣人 前马湾区议员 谭海邦 那我认识她 那在一九年的时候呢 也都和我聊聊天 她一向都是身体 就是说 有很瘦的 她人很瘦 而且她是 就是说 而且身体也有其他的疾病 那她是 同样是由大律师代表陳情 辩方说她将环保议题放在首位 参与初选的初衷是想进入立法会 令议员有更多的环保声音 颠覆政府从来不是她的目的 这个我可以作证 她完全和颠覆政府无关 而谭海邦的初选得票最低 排尾尔的林吴敏仪 就是给谭海邦的票数多两倍 即是吴敏仪已经落选了 那吴敏仪的票数还要给谭海邦多两倍 可见谭海邦得不到高票 但我无论你拿几个票套 重点不是这里 重点是为这个初选而参与 而被共产党一网成琴 这个不是被告的错 是这个政权的邪恶 法官陈仲恒问到 记住三个法官 陈仲恒、陈兴伟、李运腾 记住这三个名字 四十七人案 法官陈仲恒问到 辩方是否想得出得票教低者 刑罚可教兴呢? 辩方回答不是 他说谭海邦并非积极参与者 只是陪跑 好,希望法庭可以将他归类为其他参与者 谭海邦获得前天文台台奖 那个左家林超英霞 中大退休教授、区议员等赞社求情信 而谭海邦在狱中收睹屋语管理局的过程 未来亦无意参政 甚至不再提倡环保议题 亦不再涉足政治 即是说我金盘洗手 即是希望你从轻发落 辩方又提到 谭海邦在狱中受感染 这点是重要的 大家希望注意一下 希望大家多多去关注他这件事 给他应该要有的医疗的处方 和有他的照顾 他在狱中受感染 皮肤问题变差 利底是生了肿囊 不是瘡是肿囊 在狱中承受额外的痛楚 希望法庭着情减刑 法官陈庆伟讻完三年前的医疗报告 他依然质疑 谭海邦的病情不够严重 手脚都有皮肤病 腻底有肿囊 That's not serious enough 那你试试陈庆伟 这些人连敏之心都没有 戴着个烂鬼假发 扮英国人纣事 你收屁陈庆伟 落地狱都不够 碎尸万短陈庆伟 毫无公义与怜敏之心 这些人连敏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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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辩方表示报告 未反映谭海邦的最新病况 他说到赤柱监狱去探他的时候 留意到他的手脚皮肤 出现严重的灰难 法庭可以看到他双手的 是灰难的 有报道说 谭海邦的被告席 摊开和举起双手 今天陈庆伟法官立刻说 我们不是医生 我没有办法评估 这些叫做诈傻扮忙 故意不说这件事 违避焦点 还要倒打一把 辩方说 会继续尽快提交 谭海邦的最新医疗报告 给你看到他的情况 希望尽快能够出狱 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论据 希望大家都明白 四十七人案 这么多人 都基本上都很清楚 他们的前因后果 当然会继续有人求情 9月2日日令一批 新界东的人会继续求情 求完情之后 也会等一段长时间排期 才会宣判 希望今年来能够完成 厌厌夏日 每日三十几度 又湿又热 他们运在大盆也好 单独仇感也好 一点都不好受 希望大家为他们祈祷 在外面多些为他们发声 留言也好 说话也好 共同讨论也好 对望关注他们 在香港 尽做 独立书店也好 媒体也好 各位在看这个节目 在香港的人也好 不要忘记 不要忘记 再说一次 不要忘记他们 另外一个人 希望大家都不要忘记 721 戀打人的白衣日 元朗襲击第一宗白衣人案 其中四人暴动聚成 他们提出上诉 三人维持原判 但原本聚成半监六年的蔡立基 今天竟然上诉得直 无罪释放 刑期撤销 你说这些 即是似不似丁蟹在圈销的时候 这些人可以继续 事无忌惹 事无忌惮 但万幸无忌 前本拉人 后本放人 这就是现在的港共司法 之前在原审中 法庭多次确认 萨牙相当異认的蔡立基 身处在集击现场 片段显示他大叫和拍港铁的集击 上诉庭三个法官 彭伟昌、潘敏奇和彭宝琴 是如何得出他上诉得直无罪释放的结论呢? 这几个人为什么说可以放他呢? 首先要自出并留意 经过大量暴动罪的审讯 大众应该听过共同参与原则 就是身处暴动现场 除非有极强理由 否则几乎必定暴动组成 蔡立基一方的上诉 亦完全不去争辩这方面 而是争辩身份 人别辨认 identify 到那个人 就是蔡立基 这个才是个重点 就是蔡立基当时并不在现场 片中拍到的男子并非蔡立基 或者不能确定是蔡立基 接下来就是非常法律观点的讨论 蔡立基一方争议的是原审法官 裁定片中人是蔡立基 这个裁决不稳当 或曾经出现极大的重大错误 不详述太技术性的内容 简单来说蔡立基一方的上诉理由是 蔡立基在原审被要求自正其罪 self incrimination 即是证明自己有罪 包括法庭上被法官要求做动作 剪露牙齿 警方也在无警戒之下 和蔡立基影响时 要求他剪露牙齿 原审法官接立这些相片呈堂 都是要蔡立基自正其罪 这个就是重点 人别是否认得那个人 第二件事 当时有程序上的小小的瑕疵 就是说你抹大尺牙 抹大尺牙看看你的牙齿 对你的哨牙和照片是否一致 就是法庭要他自正其罪 跳过这些案例分析 即是上诉庭的结论就是 原审法官在控方完成举证之前 主动要求蔡立基做动作 容许控方要求他剪露牙齿 超越了被告不应该被要求 协助控方举证这条界线 然后以这个为基础 裁定在庭上剪露牙齿的蔡立基 就是现场片段中的邵牙男子 所以上诉庭认为原审对蔡立基的定罪 就必须受到质疑 但上诉庭的理据并非就止于此 三名法官在判词中继续解释 他们也要考虑例外的状况就是 即使原审法官在裁判上有犯错 如果剔除相关证据 即是不考虑稍牙的部分 一个受正确指引的陪审团 是否必然会把蔡立基认定是片中人 上诉庭说他们也感到糾结 因为上诉庭都认为 警方拍摄的蔡立基的相片 和片段中在元朗站的犯案人 肯定是同一人 不单是因为两个人都瘦牙 而两个人的身形、头形、法形、念形 五官、五官的分布都完全吻合 既然如此 为何上诉庭不判他有罪 是整份判辞最精彩之处 精彩国人固 他说人物辨认始终是主观的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结论 所以本庭不认为可以论断何谓任何陪审团 都会达至必然达至的结论 是否说得很虚、很浮 我没有说错的 你也没有看错 你也没有听错 双苏庭在自己都认为 蔡立基就是被影响到 在元朗站暴动的男子的前提之后 因为技术性的理由 和所谓人物辨认始终都是主观的 判定蔡立基上诉得值无罪释放 这样都可以 现在所有理大都拘捕了 所有人都拘捕了所有的手足 什么暴动、非法集结、杀劲等 人物辨认始终你主观 你是不是都放了他们 所以说这些什么垃圾法官 即是今天 法庭不应该叫你抹大牌牙看看 这个就是有self discrimination 你排除了沙牙这个部分 但其他部分你可以采立成为证据 你法刑、头刑、面刑 连五官分布都一样的话 一定是你 人物辨认始终都是主观的 只把你放走 香港司法就是这样 他要冤枉你的 你认不到你都说你有罪 你不想冤枉你的 人物辨认始终都是主观的 那是什么司法 这个情况就是说 由一开始 为什么蔡立基会有争辩自己 并不在现场的余地呢 当时蔡立基说 那个不是我 但你整班的上诉庭法官 上诉庭法官 都认为蔡立基就是你 因为你投刑、发刑 面刑一样 只不过是说 人物辨认始终都是主观的 什么道理呢 其中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是 五年前721 昨天警察没有在现场 拘捕任何的白衣人 当日警司由乃强 是带队包围南边围之后 容许现场所有白衣人离开 声称见不到任何人 持有攻击性 没有明显是莫记忆犹身 而今天上诉得值的蔡立基 就在2020年的8月 即721集击后 超过一年才被捕 这班人叫那班 黑帮南边围黑帮交人 近年讲到法治 官方都必定会一再重申 法庭独立运作 依例判案 听过的比喻 可能反映这个状况 设想有个餐厅 食物差 适应很差 还会乱落单 写错价钱 即使餐厅如何强调 最后把关的收银元收签的时候 明码实价 按单收费 有什么意义呢 最后就是说 就是这样 就是放你 换言之 人物变形 始终都是主观的 不同的人 可以有不同的结论 于是就放你了 哇 那都可以 即是我觉得 去到今时今日 已经是无法无天 无法无天 是吧 我可以admit 法官当时候 整个彭 就是彭伟昌那些人 叫他 大家去看看这些收银元 这个不应该做这个引导 不应该做这个要求 但我没有办法去接受到 喂 你锁电上搜 你觉得那个人就是 这个人怎么看 横看 怎么看 邪看 动看 都是蔡立基的时候 为什么这个白衣人 没有罪呢 就是因为人物变形 始终都是主观 不同的人 可以有不同的结论 哇 这样的说法 那你其他的被告 不见你释放 这个就是我的问题 好了 今集说了很久 因为资料很多 那希望呢 明天有机会和大家 讲《立场新闻》 希望今天晚上 大家为他祈祷 也为他们祝福 我们明天再见